東京奧運如火如土展開當中 我國國手表現也在國際上引發關注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在臉書po文 強調關注體育不該只有四年一次 台灣選手在奧運的表現 應該得到更大的鼓勵 因為他們奪牌 破紀錄對台灣而言意義遠大於運動 因此他還提議政府 應該大規模提高選手在奧運得牌的獎金 像是如果獲得金牌的話 可以拿一億元 銀牌部分是八千萬 銅牌部分是五千萬 第四名的話也有兩千萬可以拿 如果可以打破奧運或是世界紀錄的話 再加碼一億 還說給足夠的資源 讓頂尖傳承要從選手開始 是最實質的做法 更喊話認同的請分享 當然有許多網友留言 很多網友都說 補助應該要細水長流才能夠持久 還說這個金額太高 要郭董不要再亂開支票了 雖然說給予鼓勵是利益良善 但過高的金額對體育而言恐怕就會走樣 還有人說不如加強國手的 培訓期間的心理健康等相關的訓練 才可以做到更實質